用事实说话,打那些人的脸 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 大家好,很多人在网上说 我们房车乱扔垃圾 而且把乱扔垃圾排在我们房车罪行当中的第一列 今天我就给大家看一看是不是这样 先看两组视频 这组照片多么令人触目惊心 大家看,这都是谁留下来的垃圾呢 有矿泉水瓶子,有啤酒瓶子 有方便面盒子,还有一次性餐具等等 这些都是露营者,登山者留下来的 这是山坡上的 这是当地的小车,露营留下来的 这是露营帐篷留下来的 这是河边上,露营留下来的 河边上,房车是去不了的 这是普通停车场的垃圾 这个也是普通停车场的垃圾 这个也是的,普通停车场垃圾 在这里,你能看得到房车的身影吗 这里没有房车,都是私家车 这也都是私家车,根本没有房车 这个呢,也是私家车,也没有房车 这里也没有房车的影子吧 这种图片是房车停车的情况 看,是多么令人赏心悦目啊 不管是停车场,还是营地 停车是按规矩停车 停车场的环境,干干净净,整整节节 与那些露营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吧 大家看,这是一个普通的停车场 这也是一个普通的景区停车场 不论在哪里,房车都是规规矩矩的停车 干干净净的生活 哪有像你们传说的那样张乱差呢 房车是数字高的表现,是教养好的代名词 你们所见到的房车,是不是这样的呢 好,视频看完了 第一个视频呢,是一些露营的和私家车 他们待的地方是什么情况 露营的地方是不是垃圾遍地 是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河边上,山顶上,山坡上 我们房车是去不了的 谁去呢,都是露营的 有的是徒步的 有的是当地的人在那里露营 好多是地车能上去的地方在那里露营 造成这种垃圾遍地 房车是去不了那些地方的 这么重的房车去那里 不是限车,就是限高 要么就是限宽 谁也不敢去 同时,你看那个私家车的停车场 高速公路的停车场 还有路边上 你看看,哪有房车的身影 一到节假日 那路上都是小车 房车不会从那热闹的 所以说,你看这些停车场的垃圾 哪里来的 这也太过分了 第二个视频呢 大家很清楚的看到了 是什么呢 是我们房车停车的地方 整整齐齐,干干净净 对不对 我们房车停车是有规矩的 营地我们就一车两位 规规矩的停车 停车场我们就一车一位 规规矩的停车 你看,哪有什么垃圾啊 是不是,都是规范停车 都是干干净净 也没有什么晒短裤的 那当然 有的人他说他见过 你见过你去问了吗 那些地方是允许停房车的 他们才跟他这样干 如果不允许 你想一想 市政府的一个大轻车场 你晒个短裤 怎么可能呢 用脑子想一想都知道了 作为我们房车 是我们移动的家 我们把房车周边 丢的倒是垃圾 我们自己生活起来也不舒服啊 试想一下 如果是你家里 你会乱扔垃圾吗 不会吧 同时 你们记住 还有一样好东西呢 你看看 就是这两样啊 什么呢 垃圾桶呢 车里有垃圾桶 户外也有垃圾桶 同时 我们还有垃圾袋啊 这就是垃圾档 我买了好几种 还带分类的呢 这就是那种 分类式的垃圾档 你就按照垃圾分类去丢 现在哪个停车场 哪个营地 没有垃圾桶 怎么会出现周边都是垃圾呢 房车呀 不同于路营 房车一个地方生活呀 少则三五天 多则一两个月 一两个月周边才是垃圾 你们可能看到的那个现象 是那种路营留下来的 或者说是别人故意放大的 真正的房车生活不是那样的 如果你有朝一日买了房车 你就知道 或者是你没买房车 你就真正的走到房车生活的群体当中去 你也会看到 房车人素质是非常高的 没有你说的那种垃圾遍地的情况 不知道大家对我刚才的论述同意不 好的 欢迎大家讨论留言点赞转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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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